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AI换脸的一个操作方法 首先呢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名字呢 叫roop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roop呢 可以对这个图片 还有视频进行一个换脸操作 它的安装方法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呢是分两步来安装的 第一步的话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需要装12345 装这么多东西 然后呢通过命令 行来进行一些安装操作 然后安装完之后呢 如果说我们计划用这个GPU 来进行这个处理 那么我们这边呢 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安装 它这边呢 还需要还需要安装这些东西 按它的说明啊 下面还有很多的东西要操作 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啊 我们一般人用起来的话 还是很麻烦的 所以说今天呢 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一键安装的方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看这两个压缩包 这两个压缩包呢 然后我们需要解压缩 当然这个下载地址的话 我还是会照样放到视频下面啊 我这边已经解压完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升级到1.6 直接把它拖起来就行 找到这个 直接把它解压到当前文件夹就可以啊 直接进行一个覆盖 直接覆盖完成啊 所有的准备工作呢 就都已经完成了啊 我们稍微这个程序打开 现在看到的就是它的界面 这个有一些选项 都不需要动 保持默认就可以 我们先来选择图片 这些图片呢 说事先准备好的 就是大家在用的时候 注意这个图片的路径 这里是不能用中文的 中文会报错 处理策略的话有三个 就是如果你电脑配置好的话 然后你就选这个 电脑配置不太够的话 就分开处理啊 先替换 然后再修复 下面这些的话 这些都不需要改 保持默认就可以 当然我的电脑配置不是很高啊 所以呢 我这边呢 把这个线程数 有小一些啊 如果你电脑配置不够的情况下 选4的话 这边最终可能就卡住了啊 我们选2吧 点开始 开始工作了啊 稍等一下 然后呢 它这边已经完事了啊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看一下 这边有个快速打开 这就是它最后 为我们处理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脸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圆图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 右边这个呢 是圆图 现在呢 我们把它 替换成了这种样子 这个图片呢 就是这个样子 人还是很像的 这个换脸就成功了 接下来呢 我们试一下视频 挑了一段视频 然后我把它切了一段 然后呢 这边呢 我现在说 我还得再调小点啊 配置不太够啊 大家能看到 它这边的话 已经开始处理了 它是对每一帧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它这边有一个选项呢 就是保留中间帧 就是因为它这边视频呢 是一帧一帧处理的 这样的话 它就会生成很多的图片 然后呢 如果说你想留住这些图片的话 你就把这个选中啊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文件在这里啊 这里有个temp文件夹 就是它生成的图片 好 我们现在的话处理完了 我们看一下视频效果 这就是给我们处理好之后的视频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这个脸的话已经换过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原视频啊 原视频是这个样子的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别是很明显的 好 我们这个换脸的功能呢 就做完了 效果还是不错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 还有一些小问题 就是它这个程序呢 有一些bug 就有时候呢 我这边选了功能 但是实际上呢 它执行完毕之后呢 然后发现没有用 这个时候没关系啊 然后你把这个程序关掉 关掉程序之后 重新再打开一次 然后再执行一次 然后就可以了 这它程序本身的一个小bug 那问题不是太大 嗯好 今天呢 就介绍到这里吧 我看了一下